记者萧婷方台北报道, 政院近期端出抢救青年低薪系列政策, 北市长参选人李希坤今脸书上公开发言炮轰政府将心思全放在把管上, 对劳基法等重大议题起而不管, 总统还侵上节目灭活讲干话, 针对青年面临的真正问题却治标不治本, 根本是打假球。 李希坤指,最近台湾社会被搞得心惊惊, 人心惶惶,大到有电霜涨2.0, 小到未生治治乱和最近的499治乱, 能发现台湾民众对于未来生活和经济上的恐慌, 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 李批,政府对此只将牢基法越修越差, 最近政府的心思似乎都全力放在把管上, 甚至蔡总统还因此上节目专访想要澄清, 结果却讲了一堆匪夷所思的干话, 李还酸,蔡总统的干话实在是讲得出神入化。 李举例,蔡英文谈年轻人低薪问题, 指年轻人在都市生活困难, 生活压力又大, 护老库又成本高, 政府要带头加薪, 也鼓励民间企业帮忙加薪, 不过,年轻人的根本问题是高房价, 质疑政府也不敢进行政策配套, 让房价正常化, 批菜治标不治本, 打假球。 批菜治标不治本,